2018年美股大起大落造成全球股市震荡 引发投资者恐慌 大家开始担忧 2019年美国股市是否开始进入雄市 请看我们的专题报道 2018年美股暴涨暴跌 三大指数全面收黑 创金融海啸以来最差表现 CNN列为年度财经第四大事件 以道琼工业指数观察 2018年2月在通膨疑虑引爆卖盘下 短短两周就大跌3200点 随后在企业减税利多后收复失水 但美股暴涨暴跌 在下半年走势更加震荡 在市场上的恐怖 市场市场已经最悲惨的月 从2011年 新闻消息 再次增加500点 金融市场向来就有美股打喷嚏 亚洲其他国家就重感冒的铁律 市场未来受到冲击程度 更不容轻忽 2018年全球主要股市都收跌 其中 中国上海股市将近25%的跌势最为凶猛 香港日本股市跌幅都超过10% 台湾跌幅6.8% 而美股跌幅相对较小 大约5.63% 印度更是少见收红的股市 中美贸易战恐惧 联准会升息 英国脱欧混乱 全球经济放缓的疑虑 都是引爆美股市场投资人 恐惧情绪高涨 卖盘大举出笼的关键因素 但美股进入熊市了吗 带您从几个指标来观察 首先最被广泛运用的是 股市指数 从最近高点下跌20%或以上的指标 标准普尔500指数 从2018年9月高点 至低点跌幅高达19.7% 接近20% 第二项指标是美股短 长期天数公债殖利率倒挂的现象 通常被视为经济衰退前兆 历史经验显示 公债殖利率倒挂的现象发生后 通常会伴随着景气衰退 或经济放缓的现象 尽管美股尚未完全符合这两项指标 但美国龙头企业不断释出利空的情况下 可能会把美股逼进下一步熊市 苹果因为重大财测利空 股价在1月3号重挫10% 创下7年以来最大跌幅记录 740亿美元的市值跟着蒸发 拖累道琼工业指数下杀660点 释出利空的美国企业龙头可不止苹果 还有通用汽车打美航空 部分专家认为 美国减税效应减弱下 2019年美国企业获利前景比率 正逐渐加深 美股暴涨暴跌的市场恐惧细分越来越重的情况下 投资人更难期待2019全球股市有好表现 是因为全球经济动能已经在减缓中 国际货币基金会IMF下修今年全球经济成长率目标至3.7% 美国降到2.5% 中国从去年的6.6%降到6.2% 而摩根大同对今年全球美国GDP 预估比IMF略为悲观 估计全球GDP成长达3.2% 美国2.4% 不过部分专家认为当前股市的卖压 是恐慌情绪所造成的 全球经济并没有那么差 摩根大同执行长戴蒙认为 2019年经济动能成长仍然持续着 2020才会有更明显的趋缓 而加州大学经济系教授欧汉尼尔也认同他的意见 美国政府官员对前景更是信心满满 挂保证经济没问题 不论官员如何唱多 企业财测 贸易战 英国脱欧等利空 将持续影响股市 今年投资人要做好 再度面对大震荡行情的准备 民事全球财经王秋彦专题报道 2018年美股暴涨暴跌 就让投资人很恐慌 开始担心美国开始要进入雄市 那大家为什么会这么担心 是因为美国的公债出现倒挂的现象 那这通常就是经济衰退的早期征兆 那这个现象是2018年12月3号 还有23号的时候 短期的公债它的殖利率 像三年期的 它是高于五年期的公债殖利率 变成短期殖利率大于长期殖利率 形成这个曲线的反转 或是我们叫做殖利率的倒挂 那我想到这边 大概只有财经专业的人听得懂 上面换个简单的方式 让大家来听得懂 我们用定存的概念来说明 我们都知道买定存会有利息 所以利息就是定存的投资回报率 那公债呢 我们就把它想成比较久的利息 的定存 那这个殖利率呢 就是买公债的利息 所以殖利率就是利息的这个概念 就是买公债的投资回报率 那我们回到定存来说 我们都知道 长时间的定存 其实它的利息都会大于 短期时间的定存的利息 因为你买越长时间的定存的话 你可能用钱会比较不方便 风险会比较高 所以通常一年期或三年期 这种定存它的利息 会高于三个月或是六个月定存的利息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可是大家想想看 正常来说 我们都会偏好买长时间的定存 但是什么时候 即使这个利息比较高 但是你还是会想要买短时间的定存 而不买长时间的定存呢 就是说你可能会需要钱 你可能要买房子或娶老婆 或是你可能快要失业了 你短时间知道 你可能会有需要用钱的状况 所以你可能会偏好买短期的定存 那如果这个状况是一群人 他都要买短期的定存 都不买长期的定存 那表示大家都会需要钱 会需要现金 那这可能代表是整个景气不太好 就很多人可能快要失业了 或是担心整个景气不好 或是银行可能会要倒 所以可能会想要拥抱线性 会比较安全 就变成所有人都只想要买短期的定存 而不买长期的定存 那如果说这个定存的概念 大家可以知道 就是当短期的定存 比较受到偏好的时候 那代表可能景气是有问题的 那这样的概念跟这个公债很像 正常的状况 应该是长期的公债 它的殖利率就是它的利息 要高于短期公债的这个利息 因为你要持有长期公债 比如说五年或是十年的风险 比较大 时间比较长 所以你的投资回报率 你的利息应该比较高才对 但是如果今天的状况 是这个短期的利率 大于长期的利率 就是现在看到这个 曲线反转的状况 就代表景气出现问题了 所以我们叫这个 这个景气衰退的早期征兆 所以现在看到殖利率倒挂 大家就开始担心 2019年是不是要进入雄市了 因为在过去美国历史上 十次的曲线反转以后 就会带来景气的衰退 但是其实不要太担心 因为景气如果说要反转 其实曲线出现反转后 要半年到两年的时间 大概平均是13 14个月以后 景气才会出现衰退 那我们看一下 目前这个殖利率是走平的状况 而且它其实衰退只有一天 而且是两次 而且是中短期的曲线倒挂 这个十年期的 这个长期的公债还没有被倒挂 那我们看一下上一次 这个利率倒挂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 这个上一次利率倒挂的时候 是2006年 所以呢 我们看一下 这白色线呢 超过这个蓝色线 也就是短期公债 高于长期的公债 差不多在13个月以后 差不多是2007年的时候 开始发生金融风暴 所以我们可以说 曲线倒挂和景气衰退 确实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不用太恐慌 因为目前 曲线 殖利率的曲线是走平而已 那倒挂只有一天和两天 而且我们说过 要半年到两年 才会开始进入景气衰退 所以其实离真正景气衰退 还有一段时间 所以大家不用恐慌 即使进入熊市 我们 因为熊市还是要吃饭睡觉 所以景气不好的时候 熊市也有相对不错的买点和卖点 那我们节目都持续跟大家分享 陪大家一起走过景气低潮 那为什么要持续关心 这个全球财经 因为这件事情 都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 比如说呢 这个长期公债 像是十年期的公债 是美国大型法人 他都会拿来买的 因为他会当成 投资风险配置工具 因为公债和定存不太一样 是公债的流通性很高 所以基本上 如果说你不想要 这个公债了 你可以到市场上 有人会去买 他流通性很高 所以公债就像股市一样 还有这个变化 那长期的公债可以反映 这个景气或通膨的变化 那短期的公债这个利息 这殖利率的高低 很容易受到货币政策影响 那这个像是 比如说连准会升息或降息 就很容易影响到短期 殖利率这个高低 把它想成短期利息的高低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短期定存 像是三个月的定存利息 假设现在很高 比如说银行短期利息三个月 如果说是5%或8% 那这时候 哇 这时候大家就很开心 都会把钱全部拿来做短期定存 因为你做股票 或是你当包主公 包主婆 你投资报酬率都不一定有这么高 而且现在股市暴涨暴跌 所以如果说短期定存利息很高的时候 就会变成有一个资金吸引的作用 就会很大笔的钱 会吸引到短期定存这边 那同样的状况 同样的道理 如果短期公债这个殖利率很高的话 那就会把美国股市 还有会市的资金都吸引过来了 所以这时候可能股市会大跌 那美股大跌 就会影响到亚洲的股市 那这个资利率如果很高 也会吸引到会市的资金 所以会市资金也会过来 也会造成会市的变动 就会影响到各国的汇率 那汇差就会影响到 进出口业者的理论 因为像大家都是 出口业者都是用美金计价 来签约订单的 那台湾出口业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支柱 所以每次美国联准会 每次的升息和降息的新闻 都会报 因为都很重要 可是大家都不知道 跟自己有什么关系 因为它是迁一法动权生 联准会的升息降息 会影响到短期 公债殖利率的高低 就会造成资金的移动 就会造成美国 汇市股市的变化 然后就会影响到 亚洲的股市和汇市 甚至你我的荷包 所以其实我们要关心 全球财经事件 因为它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 我们先帮助 《迁箱》 相互